你還在為工作每天交報告煩惱嗎 還是你想跟女朋友出去旅遊卻不知道怎麼安排行程呢 或是你是新手爸媽每天熬夜熬成熊貓眼 如果你跟他們一樣有以上的困擾 卻GPT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按下你的訂閱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一起來看看卻GPT到底有多神嗎 哈囉我是秀才 有了他我真的可以不出門了 沒錯就是卻GPT 他到底有多神呢 卻GPT是由OpenAI團隊所開發的 他是在網上收集大量的數據語言和運算方式 所生成的人類的語言方式 就是他說的用機器說的 我們也聽得懂的語言方式 所以他的生成方式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以往我們用的像Apple手機裡面的Siri 有所不同 因為Siri其實他是比較偏娛樂性 這個OpenAI所開發出來的卻GPT比較不一樣 也看過很多Youtuber他們在分享 卻GPT呢他已經可以通過 Google三級工程師的一個考試 大家知道三級工程師的年薪有多少嗎 500萬耶 然後他也通過美國律師考試合格標準 卻GPT真的可以取代人腦嗎 我實測的內容啊 他確實是可以取代生活上的一些小細節 包括說寫作 還有你要教一些論文 功課 還有新手爸媽如何帶小孩 這些問題的話 都是卻GPT 他可以給到你一些建議 當然 實際上卻GPT會不會說謊呢 實際測下來的話是會 大部分我實測下來 他準確率有80%以上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高 而且他的大數據資料庫也是網羅全球的 資訊庫也是非常大的 在學術方面他包括說歷史啊 知識啊 天文啊 這些你都可以查詢的到 還有烹飪的知識 旅遊的攻略 健康娛樂等 他也都可以 難化在內 所以我剛剛有說 如果你是一個要跟女朋友出去玩的人 可是你卻不知道怎麼安排行程的話 也許 卻GPT可以幫到你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用都是 卻GPT 3.5的版本 他其實現在已經進入到 卻GPT 4的版本 未來會退出 官方指出呢 卻GPT有一些升級的部分 包括說 像我們平常看的一些圖文的話 他可以藉由多種的圖文 比如說你在 相片上一次放了3到4個圖 那他可以藉由圖去幫你解說 這個圖是什麼意思 他都可以經由AI去幫你解讀出來 是非常厲害 那在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教大家 用你的手機或是電腦 如何進入到卻GPT的世界 好首先呢 跟著我的網路的版本 我們直接打上 OpenAI 因為我剛說 卻GPT是OpenAI公司 所以OpenAI打出來 我們就直接點進去 然後呢 這邊有沒有看到 上面已經出來了 他在試用的部分 後面會推出一個 GPT4的一個版本 這是最新的一個版本 所以其實 CheckGPT目前都還是免費的 那現在有出付費版 那我覺得我一開始都是用免費版 然後你可以使用到這一個 TryCheckGPT 就是試用它 點進來了之後呢 它裡面有一個註冊 你直接點進去 然後打上你的基本資料 就可以註冊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那只要認證你的地區 然後你的號碼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需要驗證 驗證一下通過 你就可以馬上使用 那就會進到我接下來的這一個畫面 對 那這畫面下面其實有一個對話框框 那我直接在上面打上 好 金手爸媽 怎麼帶小孩 我們看CheckGPT會不會幫你帶小孩 你看你只要輸入 它馬上就會跑出來 作為移民新手爸媽 你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 因為你將面對一個全新的人生階段 一下是一些建議 可以幫你成功帶小孩 它真的給到你一些建議了 而且它是條列式的列出來 我大概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 你必須要接受幫助 什麼樣接受幫助呢 你去尋找 尋求有帶小孩經驗的人 或者是尋求家庭成員幫忙 好 第二個的話 你必須準備一些必需用品 比如說尿布 奶瓶奶瓶奶粉 嬰兒車 這如果沒有經驗的人 你是不是可以從上面準備到你要準備的東西 好 第三個 你必須學習哺乳技術 包括新手媽媽的話 如何餵一個小孩也非常重要 還有爸爸如何泡好喝的一個牛奶也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第四個的話 他說照顧自己 你要學會照顧自己 因為只有你好好照顧自己你的小孩才會得到良好的幫助 好 第五個 確定睡眠時間 好 他這邊有點停了 睡眠對於小孩 叭叭叭叭 他這邊有點Lag 那我跟你講 這就跟你的地區網路有一些關係 還有就是呢 付費版的話 他會出來的資料會更快 而且在如果很多人用的時候 你會優先可以使用 目前付費版的優惠就是 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付費的話 那需要多少錢呢 一個月20塊美金 然後如果你不想聽 不想看 你想要問下一個問題的話 你可以這邊按 方塊 STOP 接下來 好 接下來問題問題 我想問你 晚上要吃什麼 蛤 你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好 我大家看 叮叮叮 好 我今天 晚餐 要 吃 什麼 好 好 這通常呢 是我們之前在玩Siri的時候 會跟蘋果Siri玩的 然後Siri就說 他可能就會回答一些很白爛的一些問題 給你 剛問他說我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他這邊回答 我覺得發現他都會有一些官方或是自私的回答 會比較保守回答 我很抱歉 作為一個人工智慧模型 沒辦法知道你今天晚餐想要吃什麼 但是 我可以提供你一些晚餐的菜單選擇 然後下面就有分 欸 我覺得他還蠻細心的 你想要吃中式西式還是素食 還是自製的餐點 他這邊都有建議 你想要吃哪一種 這些我都不想吃 還有其他的選擇 好 那你也可以再打說 還有沒有 其他的 他的選擇 他現在回答你說 當然還有啊 有更多你可以考慮的選擇 比如說 印度料理 咖哩 印度煎餅 香料飯 就這一類的 日本料理 喜歡嗎 天婦羅 壽司 拉麵 韓國料理 第四個 東南亞料理 泰國綠咖哩 越南河粉 印尼的燉級飯 馬來西亞的咖哩飯 我們講一講 肚子都餓的感覺 他說希望這些建議 你今晚可以找到你想要吃的食物 假如說我明天 我要教一份 口紅的企劃案 我看他可不可以寫給我好不好 如果你可以給的細節更到位的話 他其實可以回答 他的更精準 卻GPT比較不一樣 他會給你真的 你需要的一些報告 資料 或是參考的一些數據 組織 有沒有 馬上他就打下來了 一份關於口紅 市場口紅的企劃 第一個他給我市場的簡介 然後再來是產品特色 有哪些輕盈的質地 然後什麼樣的顏色比較好 然後有沒有動物實驗 環保的包裝 然後第三個 你在市場上的定位 是介於什麼 18到35歲的女生 然後市場的策略 然後線上跟線下的平台 這些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大略的 引用到你的報告裡面 那當然你不可以直接用這個 直接交給你上司 不然 很可能隔天就會被吵了 其實他這個可以用於 周極大量的資料 就會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剛前面有問說 如果你想要安排一段旅程 你不知道怎麼安排的話 可不可以也寫進去 就要幫我安排一下 大阪的旅遊行程 安排 到達第一日 我從關西西的機場進入 然後他會跟你說 去吃什麼美食 大阪的 湘土燒 然後第二天 然後他還有什麼 神戶一日遊 暗波區 什麼什麼的 如果你想要在當地 在深耕旅遊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 再直接在打 京都 還有其他推薦的 然後你直接問他的話 如果他聽得懂的話 他知道你在問什麼的話 他就會接著又搜尋 搜尋就會出來說 那京都除了他剛介紹之外 還有什麼好玩的 大家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玩 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他會給上一些建議 好啦 那今天CheckGPT的實測 我們就到這邊囉 你還想知道什麼 更多有關CheckGPT的一些內容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還不知道怎麼使用 不知道怎麼註冊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下方會在資訊欄上面 也放上CheckGPT如何註冊的一個位置 給到大家 那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期見 掰掰 想要問一下CheckGPT IQ有多少 覺得他IQ有多少 很抱歉 很抱歉 我不知道我的智商是多少 因為我只是一個人工智能語言模型 他被訓練來 提供自然語言的處理服務 所以他並不擁有智商 或是意識 或是意識 對 不要放歉